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思 近期杭州發生的一宗 手段殘忍的殺妻案 備受關注 據杭州警方25號記者會通報 男子徐某殺妻 並將妻子碎屍衝進下水道 警方抽取了小區化糞池 整整38車的誤會物 才發現了受害人遺體的碎塊 早在7月6號 男子徐某來到派出所報案 稱妻子凌晨突然從家中失蹤 而手機錢包都還在家 小區監控錄像也證實這個男子的說法 由於他是最後見到妻子的人 所以徐某就成為了懷疑的對象 但是這個徐某面對警察和大批媒體記者 還有鄰居親戚都一直非常淡定自如 甚至還喊話叫妻子回家 然而經驗豐富的刑警並沒有放鬆警惕 最終徐某在證據面前承認 他殺死了睡夢中的妻子 並且碎尸的事實 據媒體調查報導 徐某和被害人是二婚夫妻 徐某炒股失利 而被害人名下有兩套回簽房 金錢很可能是這個男人作惡的原因 徐某淡定報假案干擾偵查的行為 據律師分析 依法會受到從眾的量刑和處罰 而本次作案殺人分屍的殘忍 也讓徐某親友就懷疑 他可能還是20年前謀殺女朋友 謀殺朋友女兒的兇手 好 來看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中國外交部網站證實 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按照中方的要求 在星期一上午10點閉館 中方主管部門隨後 從正門進入實行接管 據報在過去兩天 已經有大約200名工作人員撤離 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在27號早上6點18分降下美國國旗 十點閉館之際 中方各有關部門的人員 也在館外準備就緒 有警員在館外把守 主管部門人員戴著口罩 手提文件包 拉著拉桿行李箱來到館外附近 還有衛生部門人員 穿戴全套的防護裝備 戴備消毒用品 他們隨後從正門進入 正式接管 關外則有中方人員用部幕 將標示領館和相關設施的字樣 遮掩起來 而美國駐華大使館 則在微博發布視頻 表示向駐成都總領事館告別 視頻包含了多張歷史圖片 指成都總領館自1985年起 促進美國民眾 同中國多地人民的相互理解 視頻末段還出現 我們會永遠想念你們的字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7號 在記者會上表示 中方要求美方關閉成都總領館 並對其實行接管 是對美方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並強行進入管設的正當和必要反應 中美之間出現目前的局面 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責任完全在美方 我們再次敦促美方 立即糾正錯誤 為兩國關係重回正常發展軌道 創造必要條件 對於美國強行進入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管設 汪文斌又指 管設是外交領事管設 也是中國的國家財產 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和中美領事條約 美方不得以任何方式 侵犯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管設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最近這幾週啊 美國是接連地向中國 發出主動性的 挑動性的一些事件 還有聲明 那麼最新的一期就是上週 突然之間 要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 在72小時之內閉館 那麼中國方面呢 做出了相應的反制行動 今天上午的10點鐘 美國駐成都的總領事館閉館 今天呢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也說了 美國這個 在休斯敦總領館 這個撤離之後啊 他是從後門 FBI的人員撬門進去的 而中國呢是從正門進去的 非常強調這一點 不管是從正門還是後門呢 這個吃相 難看不難看 但是美國方面呢 他們做的這樣一個舉動呢 恐怕它的意義還不在表面 從歷史上看呢 這個休斯敦總領館是中國 在美國建立的第一個總領館 我想到1979年 鄧小平訪問美國就在休斯敦 還戴了這個牛仔帽 參加這個美國的群眾的這個歡迎 那個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次事件 那麼今天呢 休斯敦總領館 當然還有老布什參加了開館儀式的 這個美國駐成都的總領館呢 先後閉館 我想這也是有重要的 歷史的一個標誌 這個這麼長時間以來 現在美國對中國做出的一系列的 衝擊的 惡意的這個舉動呢 已經很多人在評論 議論 外交部發言人 還有官媒 都紛紛地發表了一些分析和反應的 這樣的言論和文章 但是我想正在發生的 或者過去的呢 它畢竟是過去了 我們現在主要想的是 為什麼那段時間 要發生這些事情 還有呢 還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呢 我想 這是美國一次全政府的行為 還有一次這個系統性的 系列性的舉動 從這個什麼這個法案 那個法案 一直到制裁 這個制裁那個制裁 一直還有到所謂的南海問題聲明 還有在這個台灣海峽 排軍機 偵察機 據說呢 今天偵察機已經飛到上海的上空了 還有呢 所謂的這個四騎士 美國的最高的內閣官員 從這個奧布萊恩 美國國安顧問 到中央情報局長 雷 一直到司法部長 還有呢 這個周末 這個蓬佩奧發表的那個 被人認為是宣言性質的那個講話 那麼這其實呢 很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 從長遠看美國人到底想做什麼 那麼從近看 這周他們還想出什麼手 我想呢 中方一定是要做 全面的一些準備和預案 雖然說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一些吧 但是這個暴風雨呢 可能還只是一個開始 那麼還有中美關係 至於到現在有些人分析的 要在南海打一仗嘛 剛才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也說 中國方面不希望看到中美關係的惡化 而中美關係怎麼樣能夠 想辦法挽回呢 我想起前幾天 中國駐美大使 崔天凱說的 他說我認為激活和開放 所有的對話渠道是必須的 如果沒有的話 兩國之間怎麼溝通 怎麼拓展合作 怎麼管控分歧 他說了 現在連對話都沒有 應該說很不正常的情況 我想到今天 是這個朝鮮戰爭停戰67周年 朝鮮戰爭 三年一個月零兩天 打得最激烈的上岸領戰役 其實呢 整個戰爭 每一天板門店的 雙方談判的辦公室都沒有關 好 我們再看看美國的國內情況 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100天 美國媒體最新民調顯示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 在多個關鍵週份都取得了領先 而在疫情打擊之下呢 只有三成多的受訪者 認同特朗普處理手法 數字跌到了最低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最新的民調顯示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 在三個關鍵搖擺週份 都領先總統特朗普 包括亞利桑那州 佛羅里達州 以及密歇根州 雖然優勢不大 只有密歇根州取得雙位數領先 不過這三個州 在上屆2016年的大選 都是特朗普的囊中物 大選進入倒數100天 有其他民調顯示 八成受訪者認為 國家正邁向錯誤的方向 是特朗普上台以來最高的比率 支持他處理疫情的手法 只有32% 認可整體工作的 也只有38% 民眾普遍不滿 特朗普為儘快重啟經濟 而淡化疫情 在戴口罩 舉辦大型造勢集會等事件上 前後取態完全相反 分析相信 拜登社會疫情發展 大部分原因都是 特朗普的防疫政策 與普羅大眾背道而馳 另一個即將出現的考驗 將是開學問題 特朗普曾經堅持復刻 揚言學校如不遵從要求 會削減經費 不過民調顯示有大約三分之一 美國人完全不同意復刻 接近一半人就認為 總統的決定 需要進行重大調整 分析認為 特朗普受疫情及經濟下滑拖累 選情岌岌可危 從紅衛視綜合報導 距離美國大選還有100天 那麼一些數字顯示 特朗普遇到了很麻煩的事情 應該從三個數字來看 第一個數字是選民的支持度 第二個數字是選民對政黨的認同度 第三個數字是籌款的 款項的數字 這個選民對於特朗普的 這個和拜登對比的 那麼剛才我們聽到了 拜登是領先特朗普 還有就是美國的這個選民 他可能今年他自認為是共和黨人 明年可能就自認為是民主黨人 或者是他是哪個黨的支持者 那麼最新的民調就顯示 但是現在有50%的人受訪者 他自稱自己是民主黨人 我現在不是共和黨人了 那麼稱共和黨人只有30% 而在1月份的時候 是47%自稱是共和黨人 45%是民主黨人 政黨認同 這政黨認同不僅僅是特朗普 他影響到美國的兩個國會的兩院 那些議員們受到的支持度 所以共和黨也是這個黨內軍心比較動搖 再也就是籌款 籌款看到這個在最新的一個顯示的 民主黨4月1號到6月30號期間 在11個最激烈的參議員選區 共籌6,730萬元這個美元 比這個共和黨多出了2,050萬元 後面還有數字我就不說了 但是未來這100天裡邊 還是有很多變數的 哪些變數呢 大概就有這樣幾個變數 一個是未來100天的疫情問題 一個是特朗普還有哪些招數 能夠再繼續地籠落住他的民意 提升他的這個支持度 或者其他的運氣 第二個就是民調的起伏 和民意的搖擺 因為有的時候 這個民調不是絕對的 雖然剛才講的三個數據 都已經顯示特朗普落後 第三個呢 就是特朗普會不會想辦法 到最後我找個方式 破壞掉這次選舉 比如他現在說了 你如果完全搞數字 這個投地啊 這個投票 他說我不接受的 而且他以前也說過 他說如果說我選敗的話 我可能做別的事情 做別的事情 包括哪些事情呢 這一個最大的變數 其中大家看到 其實現在 特朗普政府對華關係啊 不斷地出惡招 不斷地這個製造事件呢 其實也是這個特朗普 在大選當中的 已經在實行的一種 拉選票的辦法 這種打中國牌啊 在歷次的總統當中都有 但這次呢 是打得相當之多 而且呢 相當之過分 當然了 不僅僅是為了這個大選 他還有很多的中美關係 到現在有一些這個 根本性的 一些這個原因了 好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香港 香港的新冠病毒 確診數字不斷上升 連續六天 單日新增破壞 特朗普政府27號 再次的召開記者會宣布 收緊現有的防疫措施 包括從星期三凌晨開始 餐廳全日禁堂食 以及戶外強制佩戴口罩 截至27號凌晨零點 香港新增145宗 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包括142宗本地個案 是連續第六天過百宗病例 單日新增個案及本地個案 都再度創下疫情以來的新高 另外再有兩名患者去世 累計20人死亡 我們這些個案就不斷上升 數字就很多 都牽涉了很多各行各業 各種人事 或者可能都有些工作地點 或者食肆都會有一些工作人員的爆發 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 27號召開特別會議 決定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 次項新措施 從7月29號臨時起生效 有效期為一周到8月4號為止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 目前社區大規模爆發的風險非常高 呼籲市民減少不必要聚會 雇主容許雇員在家工作同行抗疫 這一波疫情可以說是半年以來 是最嚴峻的 最大挑戰的 未來兩三個星期可以說是極之關鍵 我們要盡力防止病毒 在社區進一步的擴散 也都希望全體市民 我們大家團結一致 港府的新規定包括 所有餐廳全天候禁止堂食 至准外賣 商場內的美食廣場需要關閉 除了早前關閉的浴室 健身中心 卡拉OK等12類場所外 所有體育場所及游泳池暫停開放 禁止公眾地方聚集 由4人減少至2人 強制佩戴口罩令 擴展至所有公眾地方 包括室外 15級衛生局局長陳肇時表示 香港短時期出現多宗源頭不明個案 特區政府已展開 針對特定高危群組的大規模檢測 未來一周將繼續擴展檢測範圍 早前香港衛生防護中心通報稱 有一名港籍貨車司機在香港確診 這名司機曾經在深圳羅湖區 蓮塘街道 潘山花園小區物業逗留 當地連夜組織對這個小區的所有居民 進行免費的核酸檢測 截至27日上午 已經有2000多人接受檢測 結果全部為陰性 香港運輸署同日公布 廣東省對近月的香港跨境貨車司機 已加入強制管理措施 如果跨境貨車司機在香港所居樓宇 過往14天內曾有確診者 豁免入境隔離的資格將會被暫時取消 直到有關樓宇的最後一個確診個案 公佈14天為止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我們剛剛得到的消息就是 美國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 奧布萊恩 他的檢測新冠病毒的結果 是呈陽性 好 現在請看鳳凰衛視記者 報導的其他重要標題新聞休息 一會兒再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香浩視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是呂寧斯 澳大利亞外長和防長 26號飛往美國計劃 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還有國防部長埃斯珀 舉行為期兩天的2加2會談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 和國防部長雷諾茲 26號啟程飛往美國 參加27到28號舉行的 2020澳美部長及2加2會談 據報 雙方將討論 兩國如何擴展及加深途徑 共同維護在印太地區 以及全球勞不可破的盟友關係 澳大利亞希望擴大 五眼聯盟的情報共享系統 將經濟情報也納入範疇 並且檢視在新冠病毒 大流行之際 轉移全球供應鏈的問題 澳方還計劃成立一個小組 專門處理印太地區的 假新聞問題 而早前繼美國宣布 中國的南海主權 主張不合法後 澳大利亞政府24號 也首次向聯合國表明 中國在南海的主張無效 與1982年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並不一致 對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27號作出反駁 稱中國在南海的 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是長期歷史過程當中形成的 為中國歷屆政府所堅持 符合包括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在內的國際法 澳大利亞的有關言論 罔顧事實 違背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方對此表示 堅決反對 中美對抗不斷升級 那麼全球地緣政治的格局 也隨著發生激烈變化 有很多國家它都不得不選邊站 這種戲碼是陸續有來 那麼在太平洋亞太地區 有兩個國家是比較明顯的 一個是新加坡 因為它歷來是跟中國搞經濟政治 也是關係不錯 但是安全必須依靠美國 一個是澳大利亞 那麼澳大利亞呢 它就明顯的 完全地現在宣佈 就站在美國一邊 為什麼它這樣做呢 我們知道澳大利亞 它是屬於英國以前的移民的國家 也是五眼聯盟的重要成員 那麼在這個亞太地區呢 它是被稱為美國的副警長 幫助美國維持一些 所謂亞太的一些 特別南太平洋的一些秩序 所以說呢 澳大利亞的這兩位部長 一個是外交部長 一個是國防部長 兩個還都是女士 這個英語國家五眼聯盟 他們20多年來 很多都是女士 但國家的領導人 獲重要的職務 那麼往往呢 這個女士啊 在對外政策上還挺強硬 所以這兩位女部長呢 就到美國和美國 這個舉行二加二會議 澳大利亞是1972年12月21號 就和中國建交了 比美國早好多年 早六七年吧 那個時候相當長的 一點點 這個中澳關係相當不錯 可是呢 它一直以來從朝鮮戰爭 直到今天呢 凡是美國出兵打仗 它總要跟隨它 這個它他們叫做價值觀 或者是血緣關係 它是隔不斷的 那麼所以說現在中澳關係 可以說低到了1972年建交以來 是關係最低谷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這個他的外交部長說 美澳即將開始的會談 對於澳大利亞的短中 攻擊長期以來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澳大利亞還表示要擴大 五眼聯盟的情報互響系統 把經濟情報也要納入進去 那麼呢 並且要審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際 轉移供應鏈的問題 所以澳大利亞在這五眼聯盟當中 是一個很活躍的這個國家 而且呢 它上星期還專門給聯合國民部長寫信 表示不承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 那麼種種狀況顯示的中澳關係 也將隨著中美關係一樣 繼續地惡化 好 再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周末 在宣布新內閣的時候表示 他原本希望在70歲之前 就完成交接 但當前主要任務是控制疫情 穩定國家經濟 因此呢 會在做好這些工作之後 再把新加坡交給下一代的領導班子 新加坡大選在7月上旬落幕 總理李顯龍所在的人民行動黨勝選 得以繼續執政 李顯龍25號公佈新一屆內閣成員名單 他本人繼續擔任總理 王瑞接任副總理 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和財政部長 李顯龍表示 這次組織新內閣主要有三大考量 首先要維持內閣的連續性 新加坡正面臨嚴重的危機 不希望內閣出現斷層 他決定保留多數比較有經驗的部長 繼續留任服務 對於領導交棒問題 李顯龍強調 他原本希望70歲之前能夠完成 但那是在新冠疫情襲擊新加坡之前 當前局勢首要之務 是控制好疫情 穩定新加坡經濟 他決定把這項首要任務做好後 然後可以安心地 平穩地 把新加坡交給下一代領導班子 新內閣在27號晚間7點宣示就職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新加坡剛剛舉行了大選 那麼今天對於李顯龍總理來說 可以說他領導的國家是內憂外患三重疊加 那三重呢 一個就是疫情 疫情不能說他們控制的不好 但是運氣也不好 還有很多客工 外勞的問題 還有一個小的國家 它的一些很多的對外貿易 它的經濟多靠對外貿易 結果它經濟是第二重 它的一種災難性的嚴峻困難 那第三就是執政黨PAP 人民行動黨在這大選當中 這個得票率又巨漿 以至於這個在野黨 工黨 它獲得了10票 他民選的這個議員呢 一共是93票 他得了10票呢 就超過了民選的這個10%了 那麼按照英國的這個政治慣例 或者說政治這個體制呢 這個李顯龍就正式的把這個工人黨的領袖 叫做必擔心成為反對黨的領袖了 也就是說建國55週年了 新加坡的議會當中 首次出現了反對黨 這樣的一個概念 首次出現了兩黨制 那麼到8月10號 就是新加坡建國55週年 應該是一個大慶 那麼在這個時候 新加坡怎樣可持續發展 這對於這個李光耀 國父 他的這個接任者 理想來說呢 不可謂 不是一個相當重的一個擔子 那麼他本來說呢 這次選舉之後呢 因為新加坡國會是五年一選 這次2020到2025 那麼他呢 可能 他今年68嘛 應該說他在70歲之前 他準備交班交給王瑞傑 就是他的這個副總理 兼財政部長 可是他現在已經放出瘋了 他說 由於目前這個局面呢 我可能在70歲呢 我就不信任了 我還要把這個班子帶下去 那就是說這一屆呢 還是有可能是李顯龍 擔當總理 但是他說 王瑞傑作為接班人的決定 並沒有改變 好 最後呢 請您瀏覽世界 其他媒體的主要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劑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請您多見 rale請 請您非常謝謝 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